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县大广场 然后我之前来县大广场都是看数码相机的 然后没想到JK跟我说里面有一间鞋店啊 所以呢JK带我们走一下 那我们出发let's go 反正你看到有一整堆鞋和一整堆鞋墙的话就到这一间店了 So Addict So Addict OK好 进店之前我先来问一下JK为什么今天要来这间店 因为这一间店的话它就是香港唯一间它会有那个中古还有二手球鞋卖的球鞋店 还有它这边的主理人的话也是在香港是数一数二玩球鞋的非常有名来玩的 真的哇一定要膜拜一下大神 对我最喜欢膜拜牛逼的鞋子和大神了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走 i know you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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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you want to 我们的鞋子去这个鞋子 阿 že你会做出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呢身边呢就是这个潮店的主理人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Ronald Ronald今天有一点感冒啊我觉得 然后我特别好奇啊 因为二手店其实我逛的不多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说开这样一个鞋店 其实外国跟日本会比较多这一类型的那个二手球鞋店 他们可能的球鞋的缝隙比较已经比较久长远一点 但是香港啊可能刚刚才开持不太久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把它卖断 卖断吗卖断 就你直接收哇那等于说这一抢鞋全部都是你收 都是你收来的吗 那这个压力好大放在这里 对所以要挑的比较严格就是那一款要收回来 那一款比较受欢迎就是价格怎么定会比较敏感 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把那个兴趣可以把它变成工作 就是自己也是那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所以每天坐在这里可以跟像我这样的休息爱好者 能够聊天跟就是比方说每天多人来聊天啊 不一定要购物就是聊聊球鞋什么新东向啊什么的 以前的东西也开心 所以你自己喜欢鞋子有多少年了 我不是很长时间大概七年 那还蛮那可是我看这边好像很多都是老款的交代比较多 对就是之后慢慢一开始当然是喜欢那个桥楼的类型 但是慢慢慢慢就会喜欢一些比较老的就是老款啊 伎俩比较好的 Made in Taiwan那些 就是慢慢你就会觉得旧的东西会比较有故事 然后你卖回来的时候也有历史 所以我觉得喜欢交代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太追究球鞋的市场价值 他看的是这个球鞋背后的故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提倡的事情 我还有几个问题特别想知道 比如说第一我刚刚看到就很多人过来想把鞋子卖给你 那你像你如果香港只有这一间的话 会不会说很多人每天都是过来卖 但是实际上卖出去的比较少 其实我们尽量的话我们会比较便宜的收回来的话 我们比较便宜的卖出去 因为香港始终地方小 如果你sorage的话会比较高成本的话很难做 比方说你首相拿着 如果全新的话可能要卖3000多港币 但是可能二手的话有时候10001000多都有 但是我们如果便宜的收回来的话 就是比方说这一双就是900港币就可以了 我毛骨悚然这种鞋子卖900块 所以所有的观众赶紧过来把这两双鞋子清走 比如说我可能前代没有那么深了 我可以拿我现有的鞋子跟你过来做交换吗 是可以的就是比方说 比如你拿这些个鞋子 我说你可以拿500现金 然后可以trade in就是换鞋子的话 可以当650 700这样子 你就可以store credit 700块的 选这里的鞋子 然后比方说你选一双1000的 你就补300块给我就可以 那好方便耶 因为我就不需要再卖出去 然后再拿来钱再来买 就直接可以过来在这边交换了 哇那这个好厉害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假鞋现在比较多了 那你如果他卖给你 你自己要等于说每一个牌子都要会见对 首先要有那个经验 然后有时候的真假的可能真的差一点点很难分别 可能有时候QC的问题也会弄到它有一点分别 但是如果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客户也要保住我们交牌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点点华弈的话我们就不会收了 就不会收了 就直接说不好意思 你一块给我我也不要 那还有一个问题了 那除了真假的问题呢 如果观众想拿来鞋在这边卖 有什么对鞋子的要求呢 一定要有那个二手市场 就是坦白的说就是它有那个炒卖能力的 就是它有一丁的价格 全新有一丁的价格 二手才会有人卖 那二手的成分比如说我小票丢了或者盒子没了那还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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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盒子啊全新二手我们都收 然后你说比较旧的都可以收 如果太旧的我们会收再便宜一点 然后你就这样都可以接收 哇那真是一个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主要是刚刚因为我只是随手拿出来一个价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十一代了 那一问899 哇我就疯了肯定 这张鞋好便宜 那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厉害的鞋子对不对 那等一下JK 帮我们举相机的JK 带我们来参观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这什么鞋啊为什么要这么 这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 拿鞋子先走 哈哈哈哈 来我们第二双的鞋子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双 AJ4的Untefit 它这一双的鞋子是出产于2005年 然后全世界只有七十多双大概 它的话这一双是 等等全世界只有七十多双 也是亲友限定吗 也算是亲友限定的 它的话这一双它是非常特别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鞋舌 它是用一个魔术贴 可以撕下来的 不过就因为这双那个价值 算了我还不撕 这一双那个价值是非凡 它现在的售价大概需要二十万的港币 它就是当时候跟Untefit联名的款式 就只出了很少 也是非常少量 也是发给亲友 还有那些朋友才会有的 老板突然想了 这双鞋你收的话花二十万收的吗 没有 这个是一个比较知心的收强家 叫我们卖的帮他卖 那你要给钱给他 你要先买单吗 还没 慢慢给 AJ4还有 其实不止AJ4 全部的 因为Jordan家里才只有两双 是用这个魔术贴的 还有它这个颜色非常特别 也是用一个均绿色带一个橙色的颜色 嗯 加上他这一双是很多都是没有鞋盒 这个是原盒吗 这个他就是本来收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带子 哦 还有他这带子的话基本上就只有几双是有这带子 其他都是没有盒子没有带子的 这就是原代的 不过这一双就呃 因为他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05年 就他就已经开始会有一点粉碎啊 嗯嗯 即将 呃 要就出现 如果这一双 呃 有人真的会拿去穿的话 现在都是把那个底整个换掉 所以谁比较有实力 喜欢这双鞋子 赶紧过来把这双鞋买走 我跟你讲 这双是US9的 对 你们不买JK就把它买了 哈哈 哈哈哈哈 这双鞋子呢 呃 如果喜欢球鞋的 大概都有听过Pigeon 就是白隔 嗯 就是他当年15年前2002年的时候 这个叫Citypack 嗯 就四个地方同一天同一时间发售 就是如果你想收藏这四双球鞋呢 你就要分身是去到那个New York New York 巴黎 嗯 日本 还有伦敦 嗯 就是四个地方同一天 所以排队的人很多很多 嗯 因为全球他同一天发售只有202双 哇 嗯 全球只有200 嗯 对202 所以有一双在这个店里哦 嗯 然后然后当时全部都封了 就是因为你要收藏四双的话 你要四个地方都要去 然后你要同一天哦 所以你不可能 对 对 所以202双的Pigeon呢 很多 四个地方它不是最贵 巴黎的最贵 现在价格 但是最多人认识就是这个 因为它开卖的那天有一点小差 小布施就是 白隔代表和平嘛 对 但是那天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这双筹鞋 就是有那个 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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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邪老街 仙达 仙达广场 我之前来这边都是买相机的 因为这边的水货相机很便宜 仙达广场一楼 然后呢 路线的话就刚刚跟着片头的那个JK的路线走就好了 这里的地址呢 就是王国阿街楼街仙达广场一楼的F117 后头了 那这个呢也是他们的 唯一香港的帖子啦 波海整钟 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 然后再订阅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一集会带大家去更多的香港不同的球鞋店去城堡 我们下期见 拜拜